國門快要開放了 但配套跟得上嗎 有遊客發現 入境填寫的健康聲明表 竟然一直沒有滾動更改 停留在三月一人一戶的規定 但三加四六月就已經上路 九月一號開始 後面四天 可以更改地址不用通報 讓人懷疑 中央真的準備好了嗎 指揮中心 應該要拿出你的準備工作 告訴國人 你的配套是什麼 這個我得了解一下好不好 觀光事業系副教授 黃正聰表示 國慶日有很多 僑胞旅客返台 十月初會陸續開始入境 來台的行程 航空公司調度機位 都需要事先作業 儘早宣布是比較好 旅遊業者則是認為 林家七只是入境檢疫限制 真正有幫助的是 取消禁團令和增加入境人數 禁團令呢 你是不是應該要一併解除 因為每周人數的上限 所以它的班次常常都是客滿 所以這個每周上限的人數 是不是應該要一併地來滾動 檢討的來放開 旅行業同業工會理事長蕭伯仁說 現在只有台灣大陸北韓 還有入境檢疫措施 期盼提早開放接軌國際 打三季的能夠快篩又是 不斷的不用0加7或者3加4 國門即將開放旅行業者 已經感受到旅遊市場活絡 目前的機票銷售狀況 其實是非常火的 那平均漲幅大概兩到三成 歐洲線是非常熱門的一個航店 日本的一個循溫度也非常的高 那第三個部分就是海島型的國家 提早宣布是好事 但相關的配套措施 能不能跟上腳步 更考驗防疫團隊的執行力